11月23日,广西两名未成年人墙在从百色市西陵县那座相开往西陵县城的单车车底,路程90余公里,三个多小时,直至司机到站检查才发现躲在车底一声泥泞的二人,车站工作人员问其为何躲在车底,二人说想去找在广东打工的父母,但是不知道广东在哪,就只好先搭车到西陵县城。 随后,车站工作人员联系了那座乡中心小学,学校已派人将两名未成年人带走,黄思凯、王敏。 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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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上午,广西那座苗族乡有两名留守儿童藏身大巴车底,跟着大巴颠簸三小时,来到90余公里外的西陵县。 经西陵县客运站的工作人员询问,两名男孩称他们是因思念父母,想寻找在广西摆设打工的父母。 之后,西陵县派出所联系到两名男孩所在学校,通知该校老师前往西陵县,将两名男孩接回。 11月24日,两名男孩已安全返回学校上课。 两名男孩藏身大巴车底。 11月24日,有网友发帖称,广西西陵县那座苗族乡有两名小学生因思念在外打工的父母,藏身一辆大巴车底三小时。 在网友提供的视频中,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有两名男孩蜷缩在一辆大巴车的底盘下,满身一字。 北京报记者联系到广西西陵县客运站。 客运站一位工作人员称,此事发生在11月2。 3日中午,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两个藏身车底的小男孩。 他们藏身的大巴是一辆从那左苗族乡开往西陵县的班车。 据工作人员介绍,从那左苗族乡到西陵县有90公里,乘坐班车需要三个小时,班车票价则为32元。 两个孩子身体太瘦小,班车底盘下的支架上刚好有两个地方能容纳下他们。 我们发现他们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蜷缩在车底。 这三小时的路程坎坷不好走,两个小孩藏在车底,跟着班车颠簸了一路。 这是很危险的。 毕竟车的后轮胎就在旁边。 该工作人员说,跟车90公里围巡父母。 据工作人员介绍,刚发现两名男孩时,他们面露胆怯。 瞪着眼睛看车站的工作人员沉默不语。 工作人员小心地帮助两名男孩从支架下到地面。 看到两人衣服上满是黄色泥漬。 客运站工作人员在发现他们后,第一时间为两名男孩检查身体。 检查后,发现二人身体并未受伤。 工作人员才放松下来。 该工作人员说,之后工作人员帮助两名男孩将衣服整理干净。 带他们去吃东西。 西林县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北清报记者。 经过询问两名男孩后,两名男孩称他们想念爸爸妈妈。 藏在班车车底是为了前往广西摆设,寻找在那里打工的父母。 男孩的父母在广东打工。 但男孩的亲戚为了不影响孩子,骗他。 们说父母在摆设打工。 他们不懂哪辆班车是开往摆设的。 就上错了去西林县城的班车。 工作人员称,客运站在联系派出所后。 警察通知两名男孩所在学校。 学校派老师赶到西林县,将两名男孩接走。 当地城市逃课出走。 有两名那左苗族乡的居民称,两名男孩实为逃学,并非寻找父母。 那左苗族乡的工作人员称,两名男孩却是留守儿童。 其父母在外打工。 那左苗族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告诉北清报记者, 两名男孩八岁左右平时寄宿在学校。 于11月23日早上逃课,老师在发现两名男孩不见后立刻向学校报告, 联系当地亲戚帮助寻找。 11月24日, 两名男孩已安全返回学校上课。 南海已安全返回学校上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